對 你說你正常 他說你不正常 我就問 你正常嗎 對 老外 看台灣有這麼愛工作 他們覺得不正常 我們有比較愛工作嗎 我們已經週休兩天啊 但是我們一天的工作時數還是 對他們來講是長的 OK 好 我們來介紹一下來賓好不好 第一位是來台灣十三年的 我們的梅雨老師好不好 Brian 你好 好 OK 還有來台灣十一年的 阿諾 Kumi-san 阿諾 阿諾 OK 還有來台灣五年的 哈薩克的可欣 OK 好 以及我們來台十二年 巴西的舞牙 哈囉 大家好 來台十年來自西班牙 五句話一定有一句話 會讚美自己 現在在攻讀博士班的 濃南佩德羅 可是我讚美自己也是 別人讚美我 以及我們烏克蘭來台七年的 莎莎 嗨 OK 請問一下 你們覺得台灣人在工作上 哪一件事情讓你覺得太誇張 A不敢請長假 B 24小時開機隨時待命 A還是B 請舉牌 24小時開機耶 一定是B啦 你們太誇張了 你們台灣人真是工作狂 不然要24小時關機喔 沒有 我跟你講 我上次在那個一個 說是旅行車的公司上班嘛 然後我的通事是哪一種 就是一直都開機 而且他開機是真的 完全不關機喔 比如說我們去吃飯 一定要啃手機 我們去運動 洗澡 他在啃手機 他在廁所 我跟他在那邊鬧鬧 他在那邊一直滑手機 一直在滑手機 就是太誇張了 我說你為什麼一直開著手機 隨便給訊息 你要馬勝利嗎 一秒會 他說 我怕老闆會討厭我啊 我怕怎麼樣怎麼樣啊 我怕別人槍我的工作 我說 可是你不用那麼急 就是每一次會訊息 你真是壓力會很大 人生那麼短 那邊一直看訊息 然後有一天 我覺得最誇張 我是快手不了一件事情 是我們準備要下班 下班我們準備要這個東西 大家剛好 因為他有兩台手機 兩台手機在這邊忙 然後他的另外一台 趕快幫我揮一下老闆的訊息 我說好 我就幫你揮 一花 我說 怎麼那麼黏 我就開始揮老闆 一揮一 他的手機好像有水過的味道 說你這個手機 到底是什麼的回事 然後他就等下跟你講了 然後我就馬上遠遠的 幫打揮那個老闆的訊息 就交給他 說我不好意思 我忘了跟你講 好可怕 還跟我說 他還插了維生紙 我說 比腰箭什麼 比腰箭什麼 你必要就是上廁所 然後手機掉在馬桶裡面 要再撈出來 這太誇張了 這個太誇張了 我覺得這個應該不是 大部分的台灣人 不然我問Pedro 我也覺得你們這個 就是二十四小時待命 是很奇妙的 因為我們西班牙 老機法就是 存在的意義 就是為了避免這個 當台灣的老機法 就有三個很奇怪的字就是 責任制 責任制 責任制好奇怪 是他 責任是無所不在的 沒有時間的限制 基本上我來台灣選的工作 都是為了減少我的工時 想要輕鬆 想要自由 那我選補習班老師 可能一個禮拜三半三天 一天四個小時 我想說 想說其他時間都是 免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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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那個 就是沒想到 你們以為 我們要二十四小時準備 就是接受你們的奇怪的要求 就是可能補習班的老師 零晨兩點 傳個訊息說 學生看到你聊一句 你穿那個衣服很性感 他先用明天教課 你穿那個 五句話果然來了 真的啦 但我沒有看到 我早上起來就趕著去教課 就隨便穿了 他就說 你怎麼沒有看我的訊息 零晨兩點 他就說 這不是我上班的時間 對 那你們覺得這個是不應該的 就是要二十四小時 看手機 那上班牙睡覺就睡覺了 老闆傳訊息來 不管 對 我們不是上班時間 我們就不管 就是放鬆 休息 充電 台灣是沒有在管的啦 責任子嘛 對 好 那莎莎呢 你選的是A 不敢請長假 才我家裡住的一個例子 就是我老公 我們 你知道什麼時候呢 就是我們去烏克蘭結婚 因為他不得不要請假 而且請假一個多月 因為我們要辦事情 就是要很長時間 他上班的是在親戚公司上班 然後我就說 那我們要去結婚 我們要可能一個多月這樣子 他這樣子思考 可能幾個月 我就想說 他是不是不想結婚 因為只是要去請假而已 而且是親戚的公司 為什麼不行 然後他就說 但是這樣子 就是要麻煩別人 就是去幫忙 要找代理人 對 所以他就是一直說 我沒辦法 我可能很不好意思 我說什麼叫不好意思 我們要結婚 對 他是說結婚不好意思 不是 我也是其實跟莎莎有一點像 就是我也有朋友之前 要去美國度假 然後他在那個公司 已經很久了 所以他的年假都已經很多 他大概有一個月的年假可以請 那他幾條都買好了 然後已經又準備要去了 然後他的那個請假單 他已經寫好了 結果 再超過十天的話 你這樣子就是 對 雖然已經花了那個錢 然後已經規劃好了 他要改他的東西 只能去十天 就要聽老闆的話 然後我覺得台灣人 還會接受老闆這樣子 真的是有一點太誇張 按照規定 每家公司都有年假 但好像很少有台灣人 真的敢把年假請完 沒有 可是後來都強迫 因為一休之後很多年假 你一定要請完 不然要補錢給你 很多公司才開始可以放假 我們以前是年假好 比方說十五天好了 四五天後 你再回來 你的東西已經被 收在箱子裡面 不是 收在門口 對 你的座位上已經有了 我們已經幫你整理好了 對 十四天也不行嗎 沒人敢這樣 對 可惜呢 我們在台灣真的不敢請假 請假 可是在哈薩克我們也有 這樣子的問題 最大的是老師不敢請假 那時候他們的錢已經很少 比如說我的標誌 他是英文老師 他現在在新的 部習班的學校 在哈薩克 在哈薩克 對 他也不敢請假 因為他的公司說 你可以請假 可是我們不能說 你會不會回來 會 你可以 可是 我們不決定 對 所以他真的很怕 但我們沒有辦法保證 你能不能回來 來 到底哪一個事情很誇張 A還是B 台灣人工作上哪件事情 太誇張 來聽聽KOL怎麼說 這一題我會很肯定的選擇B 我以前有個朋友 我們就是好不容易 跟朋友一起聚餐 菜都已經端上來了 他就臨時接到一個電話 然後他老闆說 就是你要趕快回去做 是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做 他就從我們聚餐的地方 新義區到西門町 就直接這樣跑過去 菜都已經吃完了 但是他都還沒有回來 結果他做到凌晨一點 還在那邊等老闆來 所以我就覺得這個非常誇張 我的答案是B 我有一個台灣的好朋友 我剛剛認識他的時候 他常常一直盯著手機 我問他怎麼了呢 他說他每天一直都是這樣 因為如果老闆聯絡 他不馬上回覆的話 老闆一整天會生氣 後來他因為壓力太大了 得到自律神經思調症 就辭去了工作 所以我覺得台灣的老闆太誇張 我覺得太麻煩了 根據調查 多數KOL投給的B 24小時開機 隨時待命 得票比例72% 你覺得正常嗎 好 72% 選擇的是24小時開機 隨時待命 選A的比較少請分 台灣人在工作上 還有哪些事情 讓你們覺得他們太拚命 Petro 我覺得台灣對工作的態度 跟西班牙完全是剛好相反 就是我們覺得 你越輕鬆過得越爽 是越值得炫耀 工作越少 越驕傲 但台灣人是相反 你覺得你越慶 不行耶 你看臉書PO文都 又是忙碌的一天 那個很有臉 在西班牙如果你PO你在工作 是大家覺得你好可憐 但你在台灣你PO你在工作 大家覺得你好偉大 在台灣你PO 沒在工作就沒有用的 men of no use 西班牙是這樣放 英雄 革命這樣 成功了 像我 真的是不同文化對工作態度 對生活的一個理解 或者價值的追求是不一樣的 對不對 我有朋友在西班牙開公司 他說他也是適應了很久 因為西班牙的公司是這樣子 如果我今天那個 有一個新的工作給 我覺得你不錯 想多給你一個工作 台灣人會覺得是被重用 對不對 是啊 西班牙不可以喔 你問他說 這個玉琳啊 這個你可不可以 以後這個事情跟你做 他一定第一個事情跟你講什麼 你會覺得你怎麼這樣害我 你為什麼要害我 你可不可以 他會講 我不會 我不會 然後你 你必須提出證明他會 你要回去翻他的履歷 OK齁 你的老師是讀這個的 你的什麼是讀這個的 這個證明 證明你應該是要會的喔 這時候才能夠 才能夠 他才會勉為其難的 接受這個事情 我沒有說誰好誰不好 就是說他是不一樣的 OK 但是所以也奇怪 我會當老闆 那月是二十四小時不關機的 然後呢 隨時會加班的 然後呢 不請長假的 這個一定都是優先當主管 因為我就會知道 這個人是OK的 那如果西班牙 大家都這不要 那不要 那該選誰來當主管 這種人在西班牙 第一個不准在 第二個如果 准在的話 會沒有朋友 或我們會想要大家 或想要把他錢放 那你想想看喔 日本人喔 日本人明明就下班了 還要雙座沒下班 對 對 拖到三更半夜才要回家 對日本人有什麼看法 陳靜兵 不是 沒力好不好 那是沒力不一樣 為什麼 那我想看到你 我想要看到你 我想要看到你 一或者他私底下 是一個難搞的廢物 喔 不要哭啦 看到第二公斤 就是現在 波波 就站在這裡 一副公公的手 走路正常嗎 假設我有媳婦的話 我是OK的 哈哈哈哈 小姐不惜地 24小時不斷線 搶檔綜藝節目 熱映中搜尋 東森娛樂台 如果有人喜歡我們的討論 那就快訂閱我們的 YouTube頻道 並按下小鈴鐺 收看我們的最新影片 那還想看其他更多影片 那就可以點選旁邊的影片喔 8月1日起 週一至週五晚間9點 請鎖定 我就問你正常嗎 好嗎